朋友们今天带你全面的分析哪一款小米速7是最值得买的 在别人这看不到的话 我今天喊了我给你掏心窝子 都说27分钟卖了5万台 干了友商半年的销量 首先它最低配的标准版的入门是21.59万 它最顶配MAX四驱版本的是29.99万元 那在这里面 首先它的三个版本的车型全都共同的限时 就是在4月30号之前共同送三个配置 这三个全系都送的配置 大概折合价值来说的话 至少是1.5到2万块钱的价值 所以咱们基本可以认为 其实君哥的最入门版21.59万元的这个车 往下走个1万5到2万块钱 这车基本上也相当于19万元的这个价格体系 对别人朋友们的诚意 然后咱们再逐一车几个车型分析一下 第一个它的标准版本 它用的是73.6度的刀片电池 最关键它是没有上面的激光雷达的 另外因为它的电池容量相对来说 比其他两个大哥要小一点 所以加速反而比中配要快 它是5.28秒的加速 后驱220千瓦的电机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全系都送的配置之外 这个车还单送一个智能驾驶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配这个Pro的版本 价格是24.59万元 比低配贵了3万块钱 它跟标准版动力一样的基础上 但是电池一下大了不少 变成了宁德神型的94.3度的电池 另外这个版本非常重要一点 带了激光雷达 其实这是挺重要的一点 未来高阶的智能驾驶 还是很依托于激光雷达的设备的 同时支架的硬件方面 现在也用上了508Tops的支架的算力 在赠送的配置层面来说 除了那三个标准都赠送的 还多送了电动尾翼 我觉得那边真的是非常重要 平衡了这个6倍的视觉 显得很漂亮 并且还是多档的角度可调 所以我倒觉得是24.59万的中配 比低配性价比较高 然后紧接着来到了 我寒露认为性价比最高的 它最顶配 四驱的MAX版本 售价是29.99万元 这个版本最大的一个不一样 首先它是四驱 并且加在一起的电机功率 能做到了双电机495千瓦的动力 百功率加速只有2.78秒 这个真的非常的猛烈 另外电池现在变成了101度的宁德麒麟电池 这个电池800V的架构 最高可以跑到360千瓦的充电速度 这个还是很猛的 基本上可以实现15分钟补能 510公里 另外这个版本带激光雷达 带电机门 带空气全架 带CDC连续可调 阻尼的减转器 包括它的驾驶侧翼的 这个侧向的气囊支撑的包裹 包括电动尾翼 然后还有这个Brumble的刹车系统 另外赠送配置层面来说 送到20寸的煤火的轮毂 加上PS EV的轮胎 那个轮胎就比普通轮胎 确实每条胎可能要贵500到1000块钱 所以这个29.99万元 是这个车最主推的一个版本 其实现在比是最高的 好多网友说 你寒露聊这么热闹 你买没买 我买了 创始的编号是1806 你看我选的是这个 它叫海湾蓝 但是我叫核电站反应堆 启动切伦科夫射线蓝 就这蓝色就跟那反应堆底下 吼一下启动那个帽子蓝 一模一样 另外因为当时这个创始 已经是生产好了 所以我没法去选轮毂 其实20寸的轮毂不是我最想要的 如果你不选创始版 你可以去配MAX 加上21寸贝耐力P0的轮胎 那个版本的轮圈 比这20寸看着要更好 但是续航可能会 每一箱垫短那么20公里的续航 内饰一定就得选白的 干干净净的 显得气氛特别的明快 然后很多朋友说不选蓝 第二颜色选 我之前发了一投票 好几千的网友都投白色 对 我也是第二看上白色 白的车身配上21寸黑轮的 加上P0的轮胎 那个熊猫配色 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玩法 好多的朋友都特别不理解 说为什么小米能卖那么多 有四个非常核心的原因 第一个确实知名度高 很多的人确实不知道别的品牌 但是小米多多少知道 那说如今造车了 那我多看一眼吧 就有可能带来接下来的购买 第二点 这车已经变成了个时尚潮品了 那也就是说 基本上同样的价位 我买它 但是朋友之间说 你还能抢了它呢 你还挺行的 这个那个的 它会多了很多的互动的话题 那我花大差不差的钱 那我干嘛不买一个 能把我塑造成时尚潮人身份的 这样的车呢 第三个原厂配件 包括它的生态的扩展 包括它自身的 可以万物互联的东西 确实太多了 我昨天夜里起来上厕所 巴巴一下消费了 2200多块钱 买它那个底下 卡的物理的按键 上面那个小表啊 包括车两边 那个四分之一裸口的位置 就可以接那手机架子 这些的扩展件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另外呢 米家的设备 都是小米的系统 可以控制了 那以后的日子里面 你就完全可以跟着电视 去说那个小爱同学 把我的车的摄像头打开 我看看家里面的车库 关没关 这都是完完全全可行的 万物互联 所以这个玩法 还是非常充分的 想象力很多 前面都说的是静态的感受 那车开起来 确实不像是个新品牌 第一个造的车 开的部分还是成熟度挺高的 加速刹车 非常的温柔线性 尤其是刹车 停了一下车身 很多车跳的不好 逛来逛去的 但是人家就逛这一下 很扎实 底盘调的 整起来说质感也是不错的 雷董说 这是50万以内最好的车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 还是有底气的 撇完了之后 当然了 二三十万的车不便宜 真心建议喜欢的朋友 去店里面试试 看看哈喽说的对不对